在我们平常跳皮筋的童谣里面 竟然藏着惊天动地的大秘密 马兰开花21 就是这首啊 人尽皆知的童谣里 根据四川观察的报道 10月16号 是我国首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60周年 探寻背后的故事才发现 小时候跳橡皮筋唱的 小皮球 架脚踢 马兰开花21 28256 28257 这竟然有大奥秘 小皮球指的是 首次核实验的原子弹 因为外形四球而得名 谐音也叫邱小姐 架脚踢指的是 罗布泊实验场上 一座102米高的铁塔 当时原子弹 就是放置在这座铁塔上 进行塔爆实验的 马兰指的是 位于罗布泊西端的马兰基地 上世纪60年代 核实验基地的研究中心之一 开花指的就是原子弹爆炸 数字21指的是 21所是核研究所 28256 28257 分别是28号信箱 256分箱和257分箱 它是两个信箱的信息编号 也是保密基地 对外联系的唯一通讯方式 难怪在那个交通 基本靠走 耕地基本靠牛 通信基本靠吼的年代 这时候同样 却能够做到全国统一 骄傲 无以言表 邱小姐今天一报 60载国威闪耀 从此 萧小闭嘴 鳄鱼扶腰 东方龙银 震酒消 这里不开 在背后兢兢业业 欧心力学 干着精篇动地式 做着隐姓埋名人的 科学家们 他是两弹远勋 前三强 是以身许国的王干昌 是国事无双的邓家仙 是功成不必在我 功成必定有我的 所有科学家们 永远记住 尊严只在见风之上 真理只在大炮 射程之内 14亿中国人的脊梁 有一根 是他们给的 我们为先辈们点赞